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指定码表去读写字符呢 因为以后呢 我们在读和写这个字符的时候 有可能码表是不一样的 有GBK码表的 有UT2-8码表的 有各种码表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通过FileReader和FileWriter 去读写两个不同码表的一个文本 看一看会怎么样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文本先创建出来 先创一个GBK 然后呢 然后再来一个UT2-8 再来一个UTF-8.TIT 好玩大家 我这个UT2-8 它的码表现在什么 有些人说UT2-8 你不要我写什么名字 你就认为是什么码表啊 你来看一下它是什么 是不是GBK啊 那你想让它变成UT2-8 这怎么样 在这改一下 这样的话 它就UT2-8码了 然后在UT2-8码里面写两个字 你 好 你 好 好 保存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再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类 Demo7 就叫Trans TRANS TRANS Transio 就是转换流 为什么叫转换流呢 因为我要读一个UT2-8写的一个GBK 那中间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转换 所以这叫转换流 我们首先呢 不用转换流 直接用默认的 就File Reader File Writer File Reader 然后呢 FR就等于了 就等于什么呢 你用一个File Reader 然后读取这个什么呀 读取这个是 UTF-8 点这个TIT 然后再来一个File Reader File File Reader 然后呢 FW 就等于你用一个File Reader 然后来一个GBK点这个TIT 好 把异常抛出去 然后我们来看啊 现在有读 有写 那我就不断的读和不断的写呗 那你来个 INT C 然后来一个Wile 括号括号 C就等于了 F2点这个Read 只要是不等于 负一 然后我就来一个 FW点这个Write 把这个C给怎么样 写出去 然后来一个 F2点这个Close FW点这个Close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来看看效果啊 来运行 然后F5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GBK点TIT 发现它里面怎么了 是乱码了呀 那还是原来的你好你好吗 虽然它也是代表着中文 但是现在已经乱了啊 这个是比较像日文啊 说到这里 人还说一个段子啊 说日文和英文的区别是什么 假如有人要侵犯你的时候 对你这个要行为不轨 然后呢 你如果用英语说 stop 那他就停止了对你的侵犯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日语说 闲闭蝶 那这个后果怎么样 说不开设想啊 好 略一下就行了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这个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这就说明他乱了 因为本来他是你好你好 那么现在我们想得到的也是你好你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能用他去做了啊 为什么用他去做乱了呢 因为你想啊 他在读的时候 他用默认的编码表去读 默认编码表其实就是GBK 那么GBK再去读一个 UT2-8编码表一个文件 那是不是就乱了呀 我们UT2-8中文呢 一个中文代表三个字节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四个中文 其实代表的是啊 12个字节 来看一下啊 四个中文是不是代表12个字节 那么代表12个字节 而我们GBK中一个中文代表两个字节 那他在读的时候 先读到前两个 然后组成一个换 写换写换 然后呢把你的后半个 你的第三个字节 跟好的第一个字节 又组成一个字 这个是豺狼的柴 对不对 这个豺狼的柴 那组成它 所以呢 他这个12个 正好组成这里面的六个字 那这是不是就乱了呀 我们就不能用它去读了啊 这个是用默认编码表去读写 这里面写一下 用 默认编码表 编码表 读写 出现 乱码 好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抽取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现在想用指定编码表去读和写 那么指定编码表 有啥样的流对象呢 来看 指定编码表有input stream reader 和output stream reader 首先来看一下input stream reader Ctrl C input stream reader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字节通向字符的桥梁 就是你把字节转成字符 可以通过这个流来去做 字节流变成字符流 也是可以通过它来做的啊 它是一个什么流 它是个字符流啊 有同学看到input stream 然后再看到reader就崩溃了 说它是这个字节输入流的鸡类 它是字符输入流的鸡类 那么它俩拼成一个类 到底是字节还是字符呢 又是字节还是又字符呢 它肯定是个字符流 为什么呢 它负类是字符流 它子类也是字符流 那是不是它肯定是字符流啊 哎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 来看它的这个构造 构造里面有这么一个构造 这里面有个input stream 这里面还有个xset name 就说我们要将一个字节流 转换成一个字符流 然后这是字节流 这个是编码表 到底通过哪种码表去读取这个字符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了 来一个input stream input input stream with isr 就等于new一个input stream reader 然后呢我们找的是这个 然后这里面要接收一个input stream 也就是说接收一个字节流 那我们就来个new一个file input stream ok的吧 然后读谁呢 读的还是这个ututf-8 然后后面再来看啊 这个tarset name 我们指定的码表 就指定谁啊 就指定这个ututf-8就可以了 这个utr-8呢 你可以大写 也可以小写 而且可以12大写 可以12小写的啊 比如说你这么写 不耽误的啊 没关系的 好了 这是读 那我们再来看写 写是不是有个output stream writer啊 output stream writer 那么output stream writer来看它 它说是字符流通向字节流的桥梁 那你说它可以把字符再转换成啊 字节给写出去 然后通过什么呢 通过指定的码表 而不是平台默认的了 很显然它也是一个字符流啊 它的负类是writer 它的子类是filewriter 它肯定是一个字符流 好 那我们就来一个output stream writer 对 先看一下构造 看一眼它构造 它的构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构造啊 output stream 然后里面来一个stream tarset name 这个指的就是编码表啊 好 来看一下output stream StreamStreamWriter writer osw就等于new一个outputStreamWriter 然后呢 来一个new一个fileoutputStream 好 我写到这个gbk gbk.tit 然后这里面我们来一个gbk 因为平台默认编码表就是gbk 所以这个编码表你是可以省略的啊 你愿意省略就省略 但是必须得知道平台默认编码表是什么 你才可以把它省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来一个interc 然后来一个well 括号 括号 然后呢c就等于了isr点这个read 只要是不等于-1 我们来一个osw点这个write 把这个c怎么样写出去 然后再来isr点这个close 然后再来一个ososw点的一个close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结果 怎么了 这不刚才还是那个乱码 现在已经怎么了 没问题了 这就是用指定码表去读和写这个字符 这是指定码表 指定码表读字符 那呢 指定码表写字符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 要把字节流去转成字符流 还想要更高效一点 那么更高效一点用哪个呢 它是不是字符流啊 它字符流 我是不是可以对字符流再进行包装啊 就是什么 Buffer的Reader和Buffer的Writer 好 我们再升级一下 再升级一下 Demo2 我们来看一下Buffer的Reader B-U-F-F-E-R-E-D Buffer的Reader 然后来一个BR 就等于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用一个Buffer的Reader 然后呢 这里面要接受一个Reader 那么InputStreamReader本身就是Reader的子类 对吧 那创建它的对象 是不是就它子类的对象 所以在这边 你用一个InputStreamReader 然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再可以再给它传什么 是不是传字节流 你用一个FileInputStream 然后让它关联一个什么 关联一个文件 关联一个UTF-8点的一个PIT 然后我们再指定一下它的码表 太长了 折一下好啊 指定它是UTF-8 UTF-8 好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来一个Buffer Buffer的Reader WReader 然后再来一个BW 就等于了 然后拥一个Buffer的Reader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拥有什么 拥一个OutputStream WReader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也给它传进来 然后拥一个File OutputStream 然后呢 写到哪去呢 写到一个GBK GBK.TIT 中去 然后码表 我在这里面也指定的是 GBK GBK 我之所以对它进行 又一次包装 是想让它怎么样 更高效的读和写 这叫做 更高效的读 更高效 更高效 更高效的读 然后这个就是 更高效的写 更 更高效的写 然后我们再来看 来一个 Int C 让well 复好 复好 然后C就等于了 BR.read 你看这个代码 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反反复复都是这么写的 复一 然后呢来个什么 BW.write 把这个C给写出去 然后来一个BR.close 再来一个BW.close 好了 让它去运行 也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 我们只写这个 你好你好 是意义不大的 那如果是文字比较多 那就更有意思了 OK的吧 好 那这就是用指定边缘表 进行更高效的读和写 那有同学可能在这 稍微有点晕菜 没关系 我们马上要画一个图 对大家更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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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